再拉一下 OK 這個地方就有存款金額 然後再來的話下面是年跟利率好了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好了 因為這個當範本 Ctrl按住不要放 向下拖拉 這樣會比較快 不然如果你再拉一個一定不一樣大小 而且還要再設定一次 麻煩 所以我通常 標籤設一次就好 其他用複製了 複製的小技巧 記得按Ctrl鍵 Ctrl鍵按住有沒有 然後再向下拖拉 記得手不要抖 不然的話會歪歪的不好看 比如說你可能抖一下 不然也還好 如果你抖了沒關係 這樣選這三個 然後上面有個什麼 格式 對齊 主控向左緣 他就排好了 如果上下不一樣大 格式裡面有個什麼 垂直間距 設為相等 就一樣 要不要 當他排好對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放一個什麼 文字方塊 那像這個地方是一個下拉清單 所以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裡面的話 你把它拖拉一個之後的話 然後調一下 大小差不多 然後再拖拉一個 一模一樣的 Ctrl鍵按住 這樣就有一個 然後再加一個按鈕 按鈕的話是 命令按鈕 就是按確定 這邊多一個確定 那 他上面的名稱 也是從 Caption裡面去更改 這個叫確定好了 然後字的大小 從這邊更改 12號次 然後他的顏色 看看有沒有更改 如果你要把字的顏色 變更 藍色的好了 那底色的話 這個底色 他叫 Back color Back color的話 比如說你調色盤 給他一個 淺一點的顏色 這樣也可以 但其他 像這個表單的顏色 可不可以變更 也可以點他 Back color 點一下 調色盤 用一個 當然 配色 這個好了 不過 好像 不是那麼好看 不過沒關係 只要顏色就好了 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第一個 你的表單 就做出來了 感覺應該會比較專業一點點 不過 還沒有完 現在 沒有 動作 空的 那因為今天可能講完時間應該會超過很多 所以 請各位先了解一下表單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機會 這個表單如果做得好的話 以後 你要讓人家輸入資料就非常簡單 而且人家也比較不會輸入錯誤 如果你讓他直接在上面輸入 就是一定會出錯 所以你一個蘿蔔一個坑 反正你制定好了 他填完之後 交給你的資料 就是保證正確的 所以前幾期同學來學 他說 用這個方法 使用者填完之後 給你的 就不用再檢查了 不然的話以前 光要檢查花很多時間 OK 先試一下 表單的功能 要特別注意 直接在上面任何地方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 制定表單 玩玩看好了 因為這個表單裡面的話 牽涉到幾個 屬性 屬性 還有這幾個 我大概剛剛用的工具箱裡面 就是用一個標籤 輸入的話 文字方塊 下拉清單 還有一個命令按鈕 其他都還沒用到 那這些其實都還蠻好用的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 做出一個 看起來像專業的表單 以往可能要請 工程師幫你做的 現在呢 自己來就可以了 自己簡單DIY一下 隨便還可以 虎虎人 為什麼 而且我覺得他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說 以往 你還要再額外再 安裝一個軟體 才能夠去執行那個程式 現在通通不用 只要在Excel裡面一打開 那個表單就可以修出來了 你說現在哪一台電腦沒有Excel 沒有Excel的電腦感覺好像不知道怎麼用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會用這個東西的話 以後呢 你要做 很多程式 畫 都是 非常便利的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最後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我們今天大概 就是把這個表單先做出來 下個禮拜的話 再把這個地方程式填上去 就OK了 接下來 再來就是要講那個 文字遊戲 銷貨單 跟地址合併 這幾個 那像銷貨單 比如說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表單 將來讓人家填資料 填完之後 一樣可以怎麼樣 把資料輸入到資料庫 但以往要輸入到資料庫 你可以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 可不可以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可以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